全球连线 听众朋友 在本次节目播出的5月24日 是天主教一年一度的中国祈祷日 世界各国的天主教会 海外华人及中国的天主教徒 都会为此举办专门的为中国祈祷的活动 而罗马教宗方济各周三 5月20日在梵提冈圣彼的大广场 接见25000名信众的讲话中 特别提醒这一祈祷日的到来 呼吁特别为中国的天主教徒祈祷 梵提纲电台报道说 方济各的讲话是呼吁中国的天主教徒 忠于罗马教廷 今天的全球连线节目 我们就从了解意大利华人天主教组织 如何度过这一天 看有关对梵提纲与北京关系的相关报道 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一下 有关设立天主教中国祈祷日的小知识 这一日期的确立 与前罗马教宗本夺十六世2007年 给中国教徒的一封信有关 了解天主教的听众朋友们可能知道 5月是天主教的圣母月 是天主教徒向圣母玛利亚 表达特别敬礼的日子 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 都会组织向圣母的祈祷仪式 而在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 河北东旅的传统朝圣地被官方镇压之后 5月的朝圣活动就主要集中在 据称是目前唯一仍然活跃的全国性朝圣地 上海的蛇山举行 2007年5月27日 当时的罗马教宗本夺十六世发表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天主教主教斯多 杜献生活者以及教友的信 在这封信中 教宗呼吁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被中国祈祷 从此确立了每年5月24日为中国教会的祈祷日 在今年祈祷日的前夕 本台电话采访了意大利主教团 华人移民睦邻的总协调人 崔新刚神父 他向我们介绍了祈祷日的组织 以及意大利华人天主教的发展情况 我们每年从教宗写了这封信之后 我们每年我们的华人团体都举办那种 为中国祈祷日的活动 因为我们的本周十六教宗写信说 为中国教会为中国社会祈祷 也就是每年的5月24号 我们就每次为中国教会祈祷 我们虽然说是意大利华人天主教会 我们也算是定我们地方教会的微博之力 为中国社会祈福祈祷 为中国教会祈祷 昨天呢 因为我们每年也举办 昨天教宗方基各 也在他的周三公开这件活动当中也提到了 大家为中国社会祈祷 他这个提到了有关 呼吁中国的天主教徒 为罗马教廷效忠 这个您怎么看 这个意思他是传递出来了吗 其实这是一个信仰性的 这个一直都是大家争论的一个目标 其实这个主要是一个信仰性的 这是一个教会的传统 就是不过就是人们就说 不说也是这样的 大家也是这么做着呢 都一直都是这么做着呢 简单介绍一下 你们的祈祷活动怎么安排好吗 我们今年呢 是每一个华人教会团体在自己的领域中 在自己的城市里边 单独的组织 比如说米兰的 纳普里的 罗马的 独林的 还有这个 特里维索的 巴德瓦的 利米尼的 我们所有的这个华人团体在自己的地方 组织祈祷 我们那个 罗马的也在 我们找了一个超生地 一个圣母超生地 在那里举行那个祈祷活动 完全是一个宗教性质的一个活动 他当时发起这个中国祈祷日的初衷 这个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特别的意义 就感觉 其实这是一个好事情 如果一个教皇或者是一个位主教提出来 为哪个教会祈祷 一般的 大家应该做出感谢 比如说我们为法国社会祈祷 为美国社会祈祷 为法国教会祈祷 其实包括那个社会的官员 也应该感谢这些祈祷的人 祈福的人 是一个 纯粹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为中国社会 为中国教会祈祷 也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其实中国也已经慢慢的改善一些东西 但是呢 我们希望越来越好 更好 那就更上一层游 这个每年是不是有不同的主题 有一些主题 每年都有一个主题 去年我们在独林 在意大利独林举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辅船 也是那个祈祷 也是一个辅船工作 我们在路上 就是根据圣经上的说法 到普天下去宣传福音 我们就进我们的微博之地 我们的人就到马路上 去发放一些传单 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标志 传着我们自己的神职人员制服 修女制服 我们这些人都在那个独林的马路上 做出一个宣传 让那个意大利人很感动 就说哎呀 这些中国人来到意大利 我们原始 他们都是为了挣钱来了 他们还有更高的一个东西 就是信仰 感觉他们 他们真的有这个天主教的信仰 有些人都不知道 我们有中国人 还有天主教的信仰 一开始的时候 都认为我们是佛教 而我们突然打出 我们都是天主教来 传着我们的制服 他们很感动 说有这么多的圣照 这么多的神父 修士修女 好多意大利人 对我们真的也另样看的 那意大利华人 天主教的信仰的 整个情况您能了解吗 我是负责人 是的 我们这几年 每年都有新的发展 我们的团体也有新的增加 而我们的教育人数 每年都有 都不断的增加 但是呢 我们感觉到 现在对这个庞大的 这种那个移民 到意大利来的 这些中国人来说 我们感觉到 还是微不足道的 做的微不足道的 希望我们更加农历 要多为华人做出服务 您的职务怎么称呼 我是在意大利主教团 这里说Trey 硕写 Conferente Discopare Italiano 我是在意大利主教团 那个旗下的 移民委员会 移民牧林委员会 服务的中国神父 那您对于 今年的这个活动 有些什么样的 期待和安排 有没有一个规划 今年呢 我们就分到各地去 大家自己去庆祝 去每一个团体 自己去庆祝 我想效果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感觉到 我们在一个地方 当然这个城市比较大 可是在这 在每一个地方呢 我们可能这个 面的影响 也是 接着我们的宣传 各方面 我们感觉到 也是有一定的 这个效果 并且 我们本身有信仰的人 就感觉到 在哪里祈祷 不重要 但是呢 我们关键说 我们的心 是对于甜度的 那你们作为教会的话 从教会的这个组织上来说 跟中国教会 有没有联系 我们联系很少 因为我们是地方教会 我们这里是 也不是普世教会 我们这是意大利的地方教会 所以给中国的联系 就少了一些 那么在和欧洲 其他的国家也是如此吗 我们有联系 我们给其他的 像美国的 美国的华人 加拿大的华人 法国 其他加拿大 各地的这个华人 移民天主教团体 都有联系 德国 我们都有 如果说天主教 一年一度的 中国祈祷日 是一个纯宗教的日子 之所以引起媒体的关注 是由于教宗方济各 在周三讲话中 透露出来的 向中国天主教徒的呼吁 有关报道说 自从当选教宗之后 方济各曾多次摆出姿态 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可是目前 双方关系 并没有取得任何的重要进展 主理有关 在主教任命权争议的问题上 僵持不下之外 最近中国政府收紧 对天主教的管理 近年4月以来 接连强行拆除浙江省 几十座教堂十字架的事件 引发教徒的不满和外界的关注 法新社的报道说 中国的宗教聚会 仍然被严格管制 共产党以负面的眼光来看待 日益增多的民众 皈依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情况 而包括退休的香港 书记主教 陈日军在内的宗教保守人士 则批评梵蒂冈方面 对北京政策过于软弱和天真 梵蒂冈电台 在相关的报道中指 如果说梵蒂冈教廷的对华政策 使得忠于 罗马教宗的中国地下教会 相对于官方教会的地位 被削弱 那么周三 方济各教宗的最新讲话 可能会预示着事情 或许会出现某些转化 那么未来 是否会如这一报道所说 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听众朋友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连线专题节目 是由林兰采播 感谢收听